那因为这个1T的硬盘是14Pro的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装上去刷机能不能刷得过 那所以我们不打算用打磨的 我们是这次想打算用撬硬盘的方式 取下 如果到时候不行 我们还可以帮这个原本的硬盘给装回去激活 已经刷过了 我们看一下 i4这边显示的是15Pro 1TB 教你们一个买15Pro最省钱的方式 像这位粉丝买了一个15Pro 256G 拿来升1TB现省1万5 我们进行拆封 激活检测一下 这个材质的效果还是很好 据说15Pro很多后镜头都有入层 我们待会在显微镜下再看一下 15Pro目前是256G 需要是JMT的 我们检测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拆机 拆机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传闻之中后镜头会入层 是不是属实 我们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一下 然后拿个无尘布 表面擦拭干净 这一颗没有 那这一颗呢 这一颗也没有 那这一台还是比较幸运的 没有像网路讲的那个灾情 后镜头里面都入层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做拆解 主板我们已经取下来了 然后可以看到正面跟反面都没有散热的贴纸 目前的话因为没有15Pro的1T硬盘 传闻是跟14Pro是通用的 那1T的硬盘明显比这个512硬盘大一点 那也因为之前15刚上市 然后传闻是14系列通用 所以硬盘一直缺货 缺了一个多月 最近才上市 那一上市 结果这整个硬盘1TB的翻倍 价格翻了一倍 而且有钱来不一定拿得到 很难拿这硬盘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吧 先撕掉缓冲泡棉 贴上高温保护贴纸 我们放到固定甲具 那因为这个1T的硬盘是14Pro的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装上去刷机能不能刷得过 那所以我们不打算用打磨的 我们是这次想打算用撬硬盘的方式取下 如果到时候不行 我们还可以帮这个原本的硬盘给装回去激活 好先对硬盘来割边胶 好取下硬盘 看这个锡都是平面的 表示这锡点还没融化的时候 我们就取下这个硬盘了 这样对背面的电源还有CPU是不会造成伤害的 那他旁边这一排这些电阻都是没用的 那因为我们待会装的那个1TB的比较大 所以这两排这电阻我们都要把它拿掉 我们先给板底来换个洗 换成中温洗 再用洗膝带脱平枕 再用洗板水板底给清洁干净 这样看起来就相当的平整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板底处理好的效果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为这个1TB的硬盘来直洗 加一点注焊器 加一点注焊器 拖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毁焊1TB的硬盘 好 复回一下 没有问题 给主板散热一下 稍微清洁一下主机板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大概装一下 因为也不知道这个硬盘行不行 我们先装机 刷机一下 直接来连接电脑 拿出Type-C的充电线 插上手机 连接电脑我们打开爱事助手 这个时候电脑就自动提示DFU模式 好我们直接进行刷机 已经刷过了 我们看一下爱事这边显示的是15PRO 1TB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手机 嗨我是Siri 对着iPhone说 功能 功能基本我们测试都可以 还是原来那一台JMT 然后现在容量已经升为1TB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一台15 Pro我们已经升级ATV完成了 成功帮客户省下了1万多块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拍摄到这边